面对当代大学的多重危机,功能失调和腐败,保守派在提出和采纳高度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方面表现出色。 是经典书目被解构了,还是被忽视了? 设立荣誉课程项目,让学生仍然可以选择学习经典作品。 保守派在学术界中是否代表性不足? 成立倡导团体以促进观点多样性。 左翼学生,教职员和行政人员是否以微侵犯和政治正确为借口,来沉默或排除演讲者和教师。 再次援引学术自由的自由原则并施压大学管理人员,以确保即使是右翼教职员也能享受这些自由。 这些反应在其意图上是值得赞扬的,在效果上是有益的,但它们都是部分的和被动的。 即使是最全面和艰巨的努力设立特别研究所和项目,或建立全新的学院和大学,也很少挑战我们现行教育制度的基本假设。 它们通常声称要回归到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学术原则和实践,并承诺这次我们不会再次滑下斜坡。 即使我们继续推进灵敲碎打的改革,我们也必须明确了解我们教育制度的前提,以及可能的替代方案。 通常,保守派们将目光不是聚集在不久之前的历史,而是转向遥远的过去,例如古希腊和罗马或中世纪基督教的伟大学府。 但我们也应该在我们自己国家早期历史中找到的真正替代方案。 我们许多建国者都亲自参与了早期共和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更多的人写作和演讲,洞察其对国家的好处。 约翰·威瑟斯旁在大陆会议期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并签署了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 托马斯·杰斐逊创立了弗吉尼亚大学。 班杰明、拉什、诺亚、维伯斯特和其他人敏锐的写作,探讨了共和国事宜的教育模式的具体问题。 在这里,我想强调另一位建国者,尽管在政治上很显赫,却常常被教育讨论忽略。 约翰·亚当斯并没有长篇大论地写这个话题,但他经常提及。 在这些零散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连贯而有利的愿景,这本身是明智的,并直接关系到我们当前的关注点。 像古典哲学家和他的同胞建国者一样,亚当斯理解教育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 亚当斯理解早期美国的教育制度如何支持自由和自我治理的政治秩序。 在他1765年的《论教会法》和《封建法》的论文中,亚当斯赞扬了马萨诸塞州殖民者对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进行公共支持的传统,并肯定了他们认为普及知识对维护自由至关重要。 亚当斯说,殖民地的共和性质要求通过全体人民普及知识。 特别是在共和国,一个公共事务由人民关心的公共事务中,各阶层人民的教育是首要的公共关注,由人民设立并进行财政支持以保护他们的政权。 十年后,亚当斯将他对殖民前辈的历史叙述转化为对爱国同事的实际建议。 在《独立宣言》发布的几个月前,大陆会议敦促殖民地议会通过新宪法。 亚当斯被认为是会议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政治家之一,许多人寻求他的意见。 结果就是,政府思想适用于当时美国殖民地的状态,一书于1776年5月出版。 亚当斯在其中强调了普及自由教育的公民需求。 他说,对年轻人,特别是下层人民进行自由教育的法律,是极其明智和有用的。 对于一个有人道和慷慨之心的人来说,为这个目的的任何费用都不会被认为是奢侈的。 今天,阅读这段话的保守派可能会有完全相反的反应。 为什么国家要资助自由教育,特别是穷人的自由教育,而不是实际和有用的教育? 在这里,我们需要牢记亚当斯所说的自由教育是什么意思。 对于亚当斯以及西方伟大的传统来说,人民的性格极大的影响了政权的可行性而自由教育,因为它致力于使学生摆脱无知和恶习的奴役,有助于让他们成为自由、自我治理的真正公民。 1781年,在写给他还不到14岁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信中,老亚当斯阐述了通过学习经典追求自由和公民教育的和谐。 通过学习罗马历史学家、年轻的约翰,昆西将学到智慧和美德,因为萨卢斯特、西塞罗、塔西陀和李维用语言和想象力能展示的所有魅力表现他们,并将恶习和愚蠢描绘的丑陋不堪。 亚当斯甚至说所有学习的终极目的是使你成为一个好人和有用的公民。 经典自由教育提供的道德和智力培养是实现个人卓越和为国家服务的必不可少的帮助。 政府思想成了几个州的宪法蓝图。 在1779年,亚当斯被要求起草马萨诸塞州的新宪法。 他在其中包括了一节名为文艺的鼓励的内容。 亚当斯在他自己的州宪法中确认,普及教育的机会和优势对普及人民的智慧和知识,以及美德是必要的,这些是维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的基础。 换句话说,共和自由依赖于适当的教育。 教育在这里包括自由思想和科学技术教育。 哈佛大学的文学和科学的研究占据了首要地位,并被珍视,但农业和机械也应该受到鼓励,广泛传播这些一起将带来智慧和知识以及美德。 政治上的结果是立法者和官员的职责,是关心和促进从文法学校到哈佛大学的自由教育,并鼓励各种形式的教育,私人和公共,实践和理论,文学和科学,以便共和自政府能够有效地保障他所建立的权利和自由。 亚当斯后来在解释新格兰在美国革命起源中的作用时,反思了殖民地的教育制度。 在1783年写给马布里神父的信中,亚当斯争辩说,四个机构,一战,二教会,三学校,四民兵,决定性地塑造了美国的头脑和心灵。 关于头脑,他们在公共议会的决定中产生了决定性效果,至于心灵,他们产生了拿起武器反抗的决心。 单靠其中一个都不足以产生革命的结果。 两者结合,政治决定,加上付诸行动的精神决心,成为最有效地说服其他殖民地的修辞,他们一起影响其他殖民地的思想,效仿他们的榜样。 镇,教会,学校和民兵一起构成了一个政权,使公民成为他们所示的。 亚当斯提供了一个一环扣一环的殖民地新英格兰教育制度的描述。 新英格兰的学校无处不在,本地化、法律规定并得到公共支持。 他们的课程是基础性的,语言和数学的基本艺术,特别关注古典语言。 他们对所有社会阶层开放。 每个城镇的文法学校致力于传播智慧、知识和美德,如上文、宪法报告中所述。 但这种基本的公民教育不仅仅是为普通人准备的,文法学校也为大学培养学者。 这些学者成为学校的教师、教会的牧师、法律和医学的从业者、国家的官员。 因此,文法学校通过两种方式为社区服务。 首先,通过向公众提供基本教育,这是在共和国中作为基本公民所必须的。 其次,通过支持大学,这些大学通过美门课程为公民服务。 大学为学者准备,以满足英联邦的所有需求,教育、精神、法律、身体和政治。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亚当斯所描述和赞美的共和教育制度与我们当前情况之间最明显的对比。 在约翰,亚当斯的新格兰、高等教育机构并没有与他们从中招出学生以及获得支持的地方社区的需求和福利脱节。 今天的教育系统被理解为国际网络中的节点,一个跨越边界的学术共同体,享有与地方和国家社区平行的存在。 而当时的教育,从文法学校到大学,从医学到牧师,每个层次和课程的研究都有公民生活的性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我们的宪政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被新的官僚行政国家取代了。 这种替代反映了我们的主要教育机构的转变,并且是为这种转变所助长。 自20世纪初以来,现代研究型大学不断创造国内的官僚机构,支持世界的美国帝国,并继续主导今天的高等教育。 他们建立在与殖民地和早期美国截然不同的基础之上。 那时候的高等教育着重于教导美国历史早期世纪的公民和政治家的谦逊的古典文化。 当代大学的政权级功能是教化和认证管理者。 他们的专业知识将使他们通过联邦官僚机构和一系列大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来统治美国人民和更广泛的世界。 我们旧的古典学院的政权级功能是培养精英。 他们的智慧将使他们能够服务于社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今天的大学假定并强化了一个帝国的官僚制度和被管理人民的仔细管理。 我们的旧学院假定并强化了共和国的公民社会和结构以及其公民的道德和政治自我管理。 为当今美国学术界的迫切问题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是很好且必要的。 但如果我们希望打破数代以来困扰我们大学的革命循环并再次为一种不那么专制, 更具共和性质的政府形式奠定基础, 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我们现行教育制度与形成我们建国者的学校和学院之间的巨大鸿沟。 只有在我们看到他们的情况与我们之间的巨大差距之后, 我们才能开始探讨如何为我们自己的时代重新拾取他们制度的某些重要构造。 本文作者Popitpolis是怀俄明天主教学院人文学科的助理教授。